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 將這個100元的這個鈔票 哪來換成5元跟10元的硬幣 那麼他問說共有幾種換法 我假設可以換5元的X張 10元的Y張 那這樣的話就是5X 加上10Y 這個是總共100元 那我把他全部除以5 就得到X加上2Y 等於5二等於20 那我現在要求什麼 求他要恢復整數解 SY他都要大於等於0 那X的話 我現在這裡是取負1 取正1的話 1加一個等於1 等於1又再把他乘以20 就會等於20 也就是這個的話 取負1乘以20 這是負20 那Y的話 取到20 那這樣的話 40-20就是20 再加一個所謂的其次 我這裡取多少 取2T 這裡取T 那這樣的話 2T 減2T 就會等於0 這個是取2T 那這是取負T 減T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帶進去的話等於20 這個帶進去的話等於0 所以加起來的話 就會等於20 好現在Y這個要大於等於多少 這個要大於等於0 這個要大於等於0 因為這個都是張數 就硬幣的個數 好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得到 由這個我就可以得到多少 2T 小的等於20 那這樣T的話 就小的等於10 另外這個的話 好像搞錯了 移過來 應該是大於等於20 20要移過來 這2T 大於等於20 所以T要大於等於10 T要大於等於10 那這個把它移過來 就T要小於等於20 T要小於等於20要大於等於10 所以總共有幾種換法 從10到20 總共有幾種換法 就是20減10 加1 因為前後都有算 所以是等於11種 所以總共有11種換法 所以總共有11種換法 谢谢大家